今年的金鐘獎 星光大道上 谁最有看头呢 首先来看的是 同样都入围最佳 女主角的林依晨 杨承宁和陈乔恩 三个人不仅引号位子真的凶 星光大道上 也各自祭出最美丽的一面 林依晨以气质取胜 杨承宁的可爱甜美 无人能敌 陈乔恩则是小露 如果扮演优雅 选择国内设计师 黄淑琪的作品 然后配饰 这方面是宝格力 都比较简单一点 其实我也不知道 这算是什么风格 但是就是 还是一贯的维持 Chanel的优雅 就Elegant的感觉 而今年星光大道上 则有三位女艺人 有字一同的 以亮眼黄色礼服 试图抢下媒体的版面 不过同样是黄色 历经以漏背 加上上亿元的珠宝 赢得赞美 而肖强则是展现 玲珑曲线好身材 第一环像是黄袍教室 希望如此 希望如此 最贵重的 在我手上 这颗11颗啦 8千万 你看这漂亮的黄色 它就代表了 热情跟希望 就像一尾美人鱼 踩在像花朵的海浪上 而同样都是选择 黑色露背 礼服的六月和阿雅 看似相同的礼服 不知您觉得谁比较漂亮呢 因为我想我胸前 没什么好露 只有背部跟腿 因为这衣服还蛮特别的 走的时候是透明的 今天的服装是我 人生以来穿过最贵的一次 而今年星光大道上 被评为不够美丽的女明星 也不少哦 像是主持人侯佩晨的 波西米娅风格礼服 女珠宝的搭配 显态繁复 百姓会的银色美人与礼服 似乎显得太老气了 但是配成这一套是我称赞的哦 因为很难得有女生 可以穿这么属于跳动的 而男艺人方面 今年大多选择黑色的西装 不过黑压压当中 也有相当跳演的表现 像是甚至贵族气息的郑元唱 还有走腿背行男路线的李威 至于台志远九孔等一行人 则是在黑色当中暗藏玄机 只为了得奖 不好意思我们几位都是红色的裤子 化色的 他红的穿里面 有备而来 真的 而一反保守的黑色 选择桃红色裤子的吴宗宪 抢眼虽抢眼 却被评为很像逗趣的魔术师 那我为什么会穿这个桃红色裤子 你知道吗 造型师戴错了 总体而言 今年的星光大道 虽然说清凉指数下降了 但时尚的品位却是提升了不少 哇哦 第四三届竞争奖 昨晚与国夫纪念馆落幕 我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